好 随着农委会升格为农业部 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花莲分署 也在8月9号举行了接牌典礼 那么副署长王静伦特别到场来主持 他也期许在升格为水保署之后呢 花莲分署能够持续地来推展农村发展 以及水土保持的任务 并与社区民众同心协力 来打造更精彩丰富的新农村生活 8月1号农委会升格为农业部 所属单位也陆续举行更名接牌仪式 8月9号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花莲分署 由农村水保署的副组长王静伦前来主持接牌仪式 他也期许花莲分署除了持续推展原本的各项农村水保任务 也要因应现阶段时空背景环境 和社区民众建立良好互动 协力打造更精彩丰富的新农村生活 农村水保署花莲分署长林鸿明他也强调 升格之后任务更加繁重 分署同仁会克尽职守全力来守护花莲 农村水保署花莲分署的接牌仪式 从农业部行政院县政府县议会 乡政公所到社区协会还有农民伙伴 以及防水救灾志工 大家出席踊跃场面相当人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